评委严厉是正常的,但是公开开骂的评委也是够嚣张的。 超级女生海选中一位来自成都的参赛者在唱歌前表示自己因为感冒可能会影响歌声。 没想到评委,柯一敏立刻回答,不要唱了,滚吧。 这段视频被曝光网上后,网友纷纷表示柯一敏也太毒了。 有失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而破译舆论的压力,柯一敏不得不发微博向被骂参赛选手道歉。 表示在这个事件中是自己的修养不太够,被骂的选手叫做吴柳林,看到老师向自己道歉了,作为当事人,他随即转帖希望这件事就这样翻篇吧。 本以为此事就这样结束了。 狗写的是过了两天,柯一敏又发博说道,我不喜欢矫情的选手,你来比赛就是来唱歌的。 这是一个用你的歌声来打动人心的舞台,不是煽情讲故事博德评委同情的舞台。 50万选手有些人特别喜欢没开口就讲我生病了,这个梗已经被不会唱歌的人用烂了,你明知道自己不会唱歌。 与其找一个唱不好的借口,不如找个老师学习了再唱。 又无辜的被这样教训了一番,女孩也立刻反击了起来。 回应柯一敏的微博,我以为都过去了,宽容不等于软弱,坦白不等于矫情。 事情一出,我也从未向任何人抱怨过,何来矫情? 事实上柯一敏这也不是第一次这样,简单粗暴了。 曾在海选中,参赛者因为太过紧张,讲话有点结巴,被柯一敏打断并模仿。 07年担任重庆卫视选秀节目评委时,还跟杨二车纳姆自导自言戒指门,没想到弄巧成拙,不但节目被紧急叫停。 他和杨二车纳姆也遭到主流媒体的封杀。 近年来,柯一敏可以说是基本音讯全无,一些大的舞台根本看不到他的身影。 据说现在的他主要参加一些地面频道,可以说是比较惨了。 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吴柳林,没有继续走向娱乐圈的大门, 转身变成了一个网红,有得必有失失去的一个舞台,另一个舞台闪亮登场。